民众党媒执政权恐怕怒化 赵绍康蓝白会前喊话 当年连宋慧英两颗子弹才输 在野阵营众投系蓝白合作 14日将举行会前会 届时将由侯办执行长金普聪对决科办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13日在脸书表示 黄金会前先别想着赢 要想绝不能输 再也合作有无限可能 但双方必须先有牺牲小我的胸金 才能成就大我 赵绍康表示 离大选90天 蓝白和终于要正式展开对话 民众党凭借总统参选人科文哲的光环 有了现在的局面 但说穿了其实根基还不稳固 Nothing to lose 当然要拥有的筹码 及民调来争取最大利益 至于国民党有限市长 立委 议员等政治资源 不是说退就能退的 两边谈合作当然有难度 赵绍康指出 民众党设下底线 但民调变化起起伏伏 2019年欲参选总统的赖清德 初选民调远超总统蔡英文 最终还是被做掉 去年九合一选后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民调远胜赖清德 如今却深陷民闹 更何况民进党势必用尽一切手段破坏蓝白和 肯定会灌票操作民调 让问题更复杂 赵绍康提到民众党主台人黄珊珊当年坚守清明党 对清明党的泡沫话点滴在心头 但当时的连宋和并没错 只是在野小党本就艰难 输给了两颗子弹 加之党主席宋处于代表前总统陈水扁访问大陆 会见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 让清明党进退失据 立委才一个个离开 导致泡沫话 赵绍康总结道 如今的民众党虽有年轻选票支持 但没有执政权难搞不会泡沫话 当局者需审时度是 三个和尚没水喝 正如电影《How No》的京剧不要想着赢 要想不能输 非律阵营须先思考如何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进一步求胜 在野合作有无限可能 可以发挥各种创意 但双方必须先有牺牲小我的心经 才能成就大我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